嗚嗚 哈囉大家好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啊 搞得我最近的步調實在有點亂 所以有一陣子沒有發片 實在抱歉齁 那麼各位經過網友跟我敲碗呢 我決定再給力豆一次機會齁 那我這次買了最新的力豆OG 那其實這隻手磨呢 是有網友問我說 覺得力豆OG怎麼樣齁 那我當下並不知道力豆OG是什麼 所以我就上網查詢了一下力豆OG 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看完之後啊 我發現這隻力豆OG 它整體的設計跟結構還蠻特別的 是我之前沒有玩過的手磨 所以我就買了一隻回來玩看看齁 這隻手磨其實我也玩了幾天了 那它給我的心得呢 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在於各位 它的入豆溫 它的入豆坐在腹部 非常的特別齁 還有就是我覺得它 改善了前代幾個缺點 清潔部分 這一隻力豆OG 它用手就可以把手磨拆得乾乾淨淨了 所以在清潔上我覺得非常的容易 不像前代 如果你要清潔裡面 需要用工具 去拆很麻煩啊 那這一隻用手就可以拆得乾乾淨淨 刻度的調整 之前前代坐在這邊 那用鎖的 有時候你的刻度並沒有辦法調整得很精準 這一代呢 它直接坐在上面 那用刻度顯示 所以刻度可以調整得很精準齁 然後再來就是它研磨的省力度 我覺得跟力豆兔差蠻多的啦 力豆兔它的力舉設計就是感覺有點怪怪的 那這一隻就比較好一點 確實有好一點 所以這樣整體玩下來 我覺得這一隻真的是來勢洶洶喔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趕快看一下這隻力豆OG的整體結構 十指按住內刀盤 這個鬆開 開始退 一拌了之後呢 改壓這個銅座 旋轉內刀盤 這樣子就可以把內刀盤拿起來 那這樣子呢 可以避免這個銅座在拆的時候 直接掉下來 好 各位 那力豆OG呢 上座跟下座也是可以打開的喔 各位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四顆螺絲 那這個是可以更進階的去校正它外刀盤的同性度 那這個部分呢 我建議就是要有一些機械常識的人 再鬆開去做校正喔 那如果我們沒有機械常識呢 我建議就不要去動它了 因為基本上我覺得 他們在出廠一定有做過校正 所以精準度不會太差 好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力豆OG刀盤的部分 我這樣子看起來呢 我覺得他們刀盤的設計啊 都是屬於比較 銳利的那種感覺 那可惜我的力豆兔已經賣掉了 我沒有辦法去對比說 力豆兔跟力豆OG的刀盤差異有多少 像這個牙 它的配合公差 我覺得也做得還蠻緊密的 這樣搖啊 我覺得就幾條的間隙左右 點片 凹的 凸的 凸的向下 那這裡我們順便做一個歸零校正 這一條線 對到底 鎖到底 利用上面這個銅座 我們去做距離的微調 刀盤有摩擦的聲音對不對 好 再推一點 好 沒有聲音了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它當成是最細的出細度 10克淺中焙咖啡豆 對應最小顆度 對 我現在就是要試一下 最小顆度 研磨10公克 要花多少時間 開始 變得還蠻省力的 這支利鬥OG 磨最細的顆度 還蠻省力的 但是 它的機身比較重 所以磨10公克 我的手也是會痠 好不好 那 研磨10公克 來 花了42秒 所以速度還算相當的快 不慢 好不好 各位這個利鬥OG 它的最細表現 我用眼睛看 非常的細緻 這個用在意識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我們現在帶入微距畫面看一下 利鬥OG 的最細顆度表現 我這樣看起來 我覺得利鬥OG 在最細的顆度表現的還不錯 那除了細緻度不錯之外 研磨的效率 真的也不算慢 所以我認為整體來說 利鬥OG 是可以磨到一個很細緻的機種 再來我們測試手沖刻度的表現 10克 1100 利鬥OG 我測試出來 跟我之前手磨相對應的刻度 就是落在1100左右 那我們現在就用1100來測試一下 手沖的研磨效率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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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研磨的效率 不算快 也不算慢 剛好是落在中間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看一下 V-DOT OG的手沖刻度 首先這個畫面 是V-DOT OG 1100刻度未塞粉的狀態 各位可以看一下 再來這個是有塞細粉的狀態 那各位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這個均勻度呢 我個人是認為跟前代比起來已經進步非常多了 那看起來還算蠻均勻的 那可惜呢 我沒有高科技的儀器可以準確分析均勻度的狀況 切削形狀呢 我棺材下來我認為是比較偏片狀的 各位覺得呢 伊索比亞普吉水風鈴 我們來試喝一下這一隻手磨的風味取向 這隻豆子好喝耶 酸酸甜甜的 喝起來還蠻清爽的 我覺得這隻豆子還不錯耶 我們現在講的是風味嘛對不對 那其實利豆OG啊 我已經私底下有做過測試了 利豆OG這一隻手磨啊 它的取向是酸香取向居多 圖現的風味啊就是前段的酸香會比較明顯 香氣比較明顯 後段的填感尾韻就是比較弱一點點 好吧 那我們最後總結一下 那我認為利豆OG這一隻手磨呢 它的確改善了前代許多的缺點 讓我們整體使用起來變得非常的順手 那但是呢 它一樣就是 將你大隻 將你醜用 喜歡這種吊吊的人 可以買 好不好 那這裡是木萃頻道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訂閱一下 我們下次見 拜拜